其实我们的民调已经非常清楚的我们当选了 然后我也跟他讲了 然后我也说不需要做广告 我想所有当场在当时我也说了 最后几次有人说要做广告的时候 我说我们不需要做广告了 反而浪费了 就这样子 可是他 我观赏那个我讲过的是11月10号还是几号 反正第二次的那个记者会了 但是前后我这个日期 11月只剩两个礼拜要选了 我开最后一次的记者会 我那个时候对外讲得很清楚 我们还有两三千万的合法额度给用 那就我跟科毕说了你自己去斟酬 我就再也没有碰一笔 就再也没有去谈论一次支出的事情 我已经尽心尽力了 我已经守到11月份了 要守到合法的经费 守到11月份了 你今天拿我的形象来要替你背书 你不觉得很惭愧吗 用科毕 用他的话来讲 那不惭愧吗 我这样子尽心尽力的替你省钱 替你帮忙 然后最后几倍大笔的收入 你自己还不肯说 还难道还要我说明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释出的 因为那后面我就完全没管了 那你对他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什么要求 他就好好的说吧 他就说你看 他就好好的说 他就不肯说 东左西躲的干嘛说我 他就好好的说那几米大字 花了广告 怎么花了广告 哪家公司 花了不就很简单吗 现在有那个就是那个极致管 就是梁学度那个极致管的公司 他光九千万的说集会家宣传的钱 他就占来两千一百万 这家公司又占两千一百万 这个要问科批嘛 就是这科批 他需要为这个来说明 为什么都要找极致 极致管的家公司来说 你看他把他推 他这样推给你 你心里面很不舒服 对啊 这个是就是说把我利用完了嘛 在当时大概他觉得我反正好骗嘛 现在还在利用 现在还在利用 反正我就是看了账单 我也不会讲话呀 我就是不懂啊 因为他觉得我 反正我就是问他说 我只有一个要求 给我看看账单 我一看账单了 可是那个账单怎么解释 他觉得我那个好欺嘛 那我也甘心乐意啊 这没有办法 可是我发现真实了 难道还要继续不说 这就违背我良心了嘛 我这个说话一定按照我自己的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我也不会多说 可是这个就是现实嘛 就是事实用词 要是其实他会找你开记者会 就是因为大家信任 对不对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因为就是我总干事嘛 他充分利用这一点 可是他很可能现在为他自己的问题 找你的信任来背书 对不对 对啊 这就是利用我嘛 因为他大可说 好 姚老师讲的 有没有我们查 然后公布 就这样就好了 对啊 他不用说姚老师看过了啊 自己打自己啊 看过了当时 本来就是傻傻还没提出疑问来 现在我提出 因为就是因为我慢慢慢慢跟他 后来慢慢越来越跟他接触 我事后还要越接触嘛 就觉得他有些事情避重就轻不实在嘛 对啊